一龙三可以携带小型的无人机 把它自己变成为一个无人机的空中母舰 这个使用范围将来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其实还是比较广阔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创新的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大无人机带小无人机的一个方式 因为一龙三它毕竟不是一个隐身化的平台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侦查的区域 或者说进行火力打击的这样一个区域 有比较完善的这种防空作战体系 那么你贸然的进入到 它的这种防空火力的打击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其实雷达发射信号还是非常大 那么一旦遭到了对方的先进的防空导弹的这种攻击 可能也是难以全身而退的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我也可以进行防区外的这种巡飞弹的发射 或者说这种它所挂装的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的发射 那么自己走一段路 然后再让小无人机或者巡飞弹 走最后一段最危险的这样的一个航程 针对目标进行侦查进行识别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它既然能够挂电子干扰吊舱 是不是也可以挂一些中继的通信的吊舱 那么小型的无人机 它的数据通过它的这种中继的传输 也可以发送给后方的指挥中心 包括像这种小型的这种巡飞弹 也具备攻击的能力 我把对方的防空导弹阵地打掉 把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打掉 那么既可以完成作战任务 也可以让一龙三型的这个无人机 在安全的距离上 在安全的状态下去更好的去完成任务 我觉得这个飞机可以扮猪吃虎 你看可能在雷达屏幕上感觉这个很小一个信号 是吧 然后它飞得还挺慢 慢慢又来了 这可能对方也没在意 没想到就打出一发巡飞弹来 就可能把这个大型的防空导弹 从很远的距离上给它消灭掉 包括它使用刚才谈到的 它的这个霹雳10E这种空空导弹 实际上可能美国的像这个MQ-1 最早也带过空空导弹就是改装的 在江康式导弹的基础上改装的独自 但是在实战中就好像在伊拉克运用过实战 像米格25发射过 但是很显然就被这个战斗机给摆脱了 然后就把它击落了 但是咱这个空空导弹的本身很先进 射程比较远 而且呢使用的红外成像制导 那么它如果说除了打击这种慢速的目标 打击反弓轮机以外呢 它有时候可能也可以半猪之虎 比如说它飞了过去之后 对方的战斗机有可能要过来查证 那么查证的时候 它可能距离比较近 它没有在很远的距离上进行打击 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就被咱这个轮机给它偷袭成功了 对方的战斗机 然后呢 这次就做了